大家好,我是小颖 燕麦米搭配这种食物,作用拿钱都难买 第一次见这种吃法,省钱又实用 对于平时比较喜欢保养的人群来说,燕麦米并不陌生 燕麦米是一种公认的功效型穀物,对身体的好处非常的多 橙皮是一味中药材,我们经常拿来泡水喝,对身体的好处也非常的多 今天,就用燕麦米和橙皮来分享一道养生美食 学会这种做法,一个秋天都舒坦 首先,准备500克燕麦米倒入盆中 先加入一盆清水,先把燕麦米清洗干净 在平时生活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燕麦片 其实是燕麦米压制而成的 它的外壳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 营养价值比燕麦片还要高 燕麦米没有经过二次加工 所以表面比较脏,用清水清洗两遍 这样就没有那么多灰尘了 清洗干净的燕麦米,用滤网过滤出来 燕麦米的功效与作用 燕麦米是最有营养,价值高的杂粮之一 燕麦米的脂肪含量是大米的四倍 其人体所需的八种氨基酸,维生素E的含量 也高于大米和白面 研究学家发现,燕麦米还是预防动脉周样硬化 高血压,冠心病的理想食物 它含有丰富的亚油酸,占全部不饱和脂肪酸的35%至52% 对糖尿病,脂肪肝,便秘,腹肿等有辅助疗效 对中老年人增进体力,延年益寿大有弊益 燕麦内含有一种燕麦精,具有骨类的特有香味 燕麦自古入药,腥味肝,温,具有补益皮,胃,划肠催产,脂须汗和直血等功效 燕麦面汤是产妇,婴幼儿,慢性疾病患者,病后体虚者的食疗补品 燕麦含糖少,蛋白质多,纤维素高,是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患者的理想保健品 营养价值 1.燕麦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体的胆固醇 经常使用,即可对中老年人的主要威胁,心脑血管病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2.经常使用燕麦,对糖尿病患者也有很好的降糖、减肥的功效 3.燕麦粥有通大便的作用 很多老年人大便肝,容易导致脑血管意外 燕麦能解便秘这忧 4.它还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 5.含有的钙、磷、铁、铅等矿物质,有预防骨质疏松 促进伤口愈合,防止贫血的功效,是补钙佳品 5.燕麦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 对脂肪肝、糖尿病、腐肿、便秘等也有辅助疗效 对老年人增强体力,年年益手,也是大有必益的 燕麦米有没有其药用价值 1.预防心血管疾病 燕麦可以有效地降低人体中的打固醇 经常使用,对心脑血管病起到一定的预防作用 2.降血糖 经常使用燕麦,对糖尿病患者也有很好的降糖、减肥的功效 3.润肠通便 燕麦中有通大便的作用 很多老年人大便肝,容易导致脑血管意外 燕麦能解便秘这忧 4.补充钙质 它还可以改善血液循环,缓解生活工作带来的压力 含有的钙、铃、铁、铅等矿污质 有预防骨质疏松 促进伤口愈合,防止贫血的功效 是补钙加品 5.颜年易瘦 燕麦中含有极其丰富的亚油酸 对脂肪肝、糖尿病、腐种、便秘等也有辅助疗效 对老年人增强体力 颜年易瘦也是大有必益的 燕麦米这种食物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 都是一种非常好的滋补食材 在许多的菜肴或者是零食里面 都能够见到燕麦的影子 可见人们对于燕麦的喜爱程度非常高 而对于燕麦米的营养成分 及其功效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偶尔吃一点燕麦制品 还是非常不错的养生方法 接着再准备20颗橙皮 先加入清水 把橙皮清洗干净 橙皮是橘子皮晒干而成的 可以里气化痰 尤其是在秋冬季节 嗓子不舒服的时候 我们特别喜欢用橙皮来泡水喝 橙皮的功效有哪些 一 治疗咳嗽 痰多 如果身体出现了咳嗽痰多的情况 可以将橙皮 生姜 还有核桃准备好 然后一起用水煎服 能够很好地令身体恢复健康 2 呕吐 将橙皮 大米 含有姜汁准备好 然后将姜汁 还有橙皮用水煎服 也可以加入大米 进行煮粥 能够很好地治疗身体出现呕吐的情况 3 食欲不正 消化不良 将干燥的橙皮 还有红灶 一起用开水冲泡 盖上盖子 10分钟之后就可以了 建议每天在吃饭之前 多服用一些 不仅能够很好地增强食欲 同时 对于消化不良的情况 治疗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4 感冒咳嗽 如果身体出现了感冒 并且伴随咳嗽的情况 可以将新鲜的橙皮放入锅中 用水煎煮 随后加入少量的白糖服用 这样不仅能够帮助身体发汗 同时还能够快速令身体恢复健康 5 美容养颜 橘子皮中含有的大量有利于身体健康的维生素C 以及香精油 可以将橘子皮晒干之后 和茶叶一起服用 这样冲泡服用 不仅能够起到提升通气的作用 同时还能够令气味更加的清香 另外 服用橙皮之后 能够很好地将体内的毒素排出体外 这样能够更好地促进体内内循环的协调 皮肤也就越来越好 人也会越来越漂亮 6 曲痰止咳 橙皮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一种中药 性温 服用之后具有很好的通气 健脾 解腻 化痰 还有植藕等等的作用 如果出现了咳嗽痰多 食欲不正 或者是消化不良等等胃部疾病的时候 将适量的橙皮泡水喝 都能够起到很好的促进身体恢复健康 橙皮对于脾胃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不仅能够促进身体中的肠胃入洞 同时还能够有效地清除肠道中的机器 并且起到驱痰止咳的作用 日常可以适量地经常服用一些 具有非常不错的保健身体的功效 橙皮的营养价值 橙皮的苦味物质 是以柠檬带和苦味素为代表的类柠檬苦素 这种柠檬苦素未平和 亦溶解于水 有助于食物的消化 橙皮用于烹制菜肴时 其苦味与其他味道相互调和 可形成独具一格的风味 橙皮含有挥发油 橙皮带 维生素B C等成分 它所含有的挥发油 对胃肠道有温和刺激作用 可促进消化液的分泌 排出肠管内机器 增加食欲 橙皮也是一味常用中药 具有通气的健脾 造湿化痰 解腻流香 降腻植藕的功效 清洗干净的橙皮 用滤网过滤出来 接着把腌脉米先倒入平底锅中 掀开大火炒干表面的水分 水分炒干之后就可以转小火了 腌脉米比较容易煮 所以我们全程要用小火不停地搅拌 防止炒糊变黑 炒制腌脉米 特别干燥的时候 把橙皮倒进来 腌脉米搭配橙皮 作用拿钱都难买 第一次煎这种吃法 省钱又实用 再翻炒五分钟的时间 五分钟之后 腌脉米炒至焦黄 这时候 橙皮已经非常干燥了 像这样 腌脉茶就做好了 做好的腌脉茶先放入盘中 彻底的晾凉 燕麦茶其实比炒米茶 它的营养价值更高一些 燕麦茶可以吸附油质 心理肠道内的毒素和垃圾 还可以润肠通便 降血压 降血质 加入橙皮 还可以里气化碳 一次可以多做一些 尤其是秋冬季节 特别适合喝这道茶 喝的时候取上两勺 放进杯子里 然后再加入开水 把烟麦茶 川泡一下 有强烈的炒麦茶的香味 非常具有养生保健作用的一款茶 喜欢的朋友 可以收藏起来试一下哦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喜欢的话记得收藏 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